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铃家 今天是开高走低 首先是开低走高 那你看到这种盘 一定会害怕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这个指标就知道了 你看这个趋势就知道了 大盘 它今天没有破底是很重要的 今天没有破底是很重要的 因为昨天是硬扯的 昨天这个下引线是不是硬扯的 硬拉的 大家都知道 这边不是开低 曾经有200多点 最后是涨50几点 那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挡破 要来灌破这个地点 今天空方的目的 当然你如果说你 你如果是做空的 或者是做空指数 你当然希望持续下跌 我们现在没有偏见 你是跟各位讲 多方跟空方的思考 如果你是做空 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你今天的目的 你昨天反弹 对不对 昨天是开低走高反弹 那今天是不是很希望它能够再破底 在破底的话 再持续下跌 跌得会更快 融资就会更加的松动 对不对 那今天理论上来讲 有这种引线 在隔天通常会再测试一个引线 测试这个引线 不一定要达到底 但是要测试这个引线的有效性 对不对 那其实今天的测试 今天也不一定要测试引线 我是说今天的低点 不一定要跑到这边来 不一定 在继续分析里面不一定 但是刚好碰到了一些机会 那什么机会 刚好这个 白天的时候就是这个也在开盘 这是八点开盘 之前也是很会跑 那现在也蛮会跌的 这是日经指数 它很会跑 那在早上开盘它也是开高 也走低 那它是八点开盘 我先跟各位讲 就是它八点开盘 那它也是八点开盘 台北时间八点开盘 台北时间也是一样开高走低 台北时间八点开盘 那开高 那为什么开高 我们看这里 开高盘 是不是开高 跳空开高盘 是不是开高 这个没有开盘 这个是比较往开盘 开高盘 那叠 刚好叠下来 刚好开高以后 大概涨了没有多久 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吧 就开始往下滑 刚好我们接棒 其实好像赛跑一样 我们刚好接棒 我们就九点接棒 那开始什么 我们也是一样开高以后 刚好接棒 刚好碰到人家在往下灌压的时候 我们刚好下来 这样你看有趣吗 你不要以为我乱讲 国际股市是会互相影响的 这一定保证 否则你就不要看美国 美国股市是老大 因为它的市场最大 华尔街是最大 那欧洲的股市也都看美国了 何况是亚洲股市 那亚洲股市 日本 韩国 中国 台湾 它一定会联动 那刚好碰到中国股市没有开盘 那中国股市没有开盘 你外资要卖股票 比如说美国股市现在走势不佳 有系统性的风险 那如果你是外资 你是不是要卖股票 你要减持股票 因为有些基金要赎回 投资本市要钱 那你要卖股票 你不可能只有卖台湾 你会卖日本的股市 韩国股市跟中国股市 甚至新加坡股市 或是澳洲股市都有可能卖 但是那两个市场比较 跟我们的内容 这三个这几个指数的内容比较像 那个只是比较大部分也都是比较金融类股之类的 比较没有科技股 这样讲你比较听得清楚 那中国大陆股市没有开盘 没有开盘当然没有卖压 从9月30号就没开盘 我记得好像到10月8号才会开盘 那没有开盘啊 你看9月30号开始 你看9月30号开始 我们是涨这样 对不对 那日本是涨这样 9月30号这里10月1号 韩国是涨这样 韩国也曾经也是从10月1号 它也是有休假 但是它这几天是这样 但是它是补跌 那刚好中国逃过嘛 我这样讲听到什么意思吗 我这个不是讲政治 我是说刚好中国大陆股市没有开盘 所以少一个卖压 少一个卖压就是说外资没办法卖 没办法在那个市场卖 它还是要拿钱啊 没办法卖那个东西 但是你还是要拿钱回来啊 怎么办呢 那只好卖台湾的啊 卖韩国的啊 卖日本的啊 所以我们从这上个指数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你看哦 像之前哦 韩国有一阵子也是休市哦 它不是中秋节都放一天吗 你记得吗 韩国不是之前中秋节都放一天吗 它也是一样啊 它也是逃过 它那时候中秋节都放一天啊 对不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跌下来了 那韩国是比较晚开盘 它也是逃过了 逃过了一天的一个跌幅 后来才补跌下来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么清楚 我如果没有讲那么清楚 大家会误解 我认为说 怎么台湾的股市好像跌得这么的多 一定会跌 这个叫系统性风险 那为什么会跌 就是因为美国股市跌 美国股市跌 所以我们要回到美国股市来讲 这个止跌我们才会止跌哦 这个如果停下来跌市 我们才会停哦 这个美国的大的指数 当然就是以这几个为代表嘛 费城半导体啦 SP500指数啦 跟道琼工业指数 以这几个为代表嘛 那大家都是参考这些股票 我们台湾的话一定要参考这个 这个比较准 这个跟这个比较准 这个就看看就好了 这两个就看看就好了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看啊 现在目前在开盘的德国 法兰克福指数 就是德国最大市场 它也是一样啊 昨天也是止跌啊 反弹啊 今天又跌了 对不对 那今天再跌表示什么 表示美国的盘后期货盘又再跌了 美国的期货盘后 但是原因先不要讲 因为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因为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就风吹草动 一个扯一个 那现在目前美国的盘后期货盘再跌 跟正常盘会不会跌 没有一定的相关度 它只是现在目前期货 它在期货盘后电子盘再跌 所以它又受影响又跌下来 对不对 又破跌了 是不是又破跌了 但是它昨天以前 是不是试图要想要止跌 你看这个K线都知道了嘛 或者是你看到美国股市 是不是想要试图止跌 这边想要试图止跌 有引线 那隔天又测试引线要吞噬 那昨天又反弹 对不对 它就一直在做顿化 指标在做顿化 SPY指数也是一样 更明显 一黑一红 一黑一红 对不对 道琼工业指数也是一样 一黑一红 对不对 是不是有 至少它没有在破前低嘛 它这个地方在这附界而已嘛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跟台湾的科技股半导体 是关系度最高的嘛 就是费城半导体 它也没有在破低 但是它也是一样 是不是 有试图止跌嘛 那台北股是不是要试图止跌 是啊 我们其实走势也不差嘛 一样嘛 只是昨天当然就是 有开低比较多一点 它有跌破低点嘛 昨天有跌破低点嘛 那后来这个你看这些指数来讲 它也都有跌啦 但是这个像这个也跌破低点啦 这个也跌破低点啦 对不对 都有啦 这个当然没开盘就不要算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当然你常常听到就是说 以跌止跌 这个也可以 以跌止跌就是 所以以跌止跌 这句话听起来是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就有点扯到信用交易了 就是要让受不了的 离开市场 让它跌 那他们卖了以后就没有卖 就没有卖压了 至少卖压就减少了 但我们称它为止 以跌止跌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 不是很舒服 因为讲到的融资 或者是讲到信用交易付 就会刺伤很多人的心嘛 因为他借钱买股票 他会受不了 或者是丙总借钱的 跟丙总借钱来买股票 跟丙总借钱通常是比较大户一点 丙总借钱的话 那个被追缴的时间更短 他可能跌两成 他就被追缴了 因为丙总是借钱 那你融资 信用一般散户 是跟证金公司 借钱是三成 三成就追缴 跌了三成就追缴 那如果你跟丙总 大概两成就追缴了 丙总不是银行 是个人 他带钱给你 借钱给你 你跟他借钱 你不是跟证金公司 或是跟银行借钱 你是跟个人借钱 他只会保证金 他拿到保证金你比较少 你拿出来保证金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你跌两成 他大概就把你停损掉了 但是你跟证金公司 大概是三成 就把你停损掉 你不补钱就不行 所以像这种股票 目前是面临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你不补钱 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一直在震荡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 受不了 我今天讲的 不是只有这三党股票 其实很多的股票都 包含这种股票 在之前都已经很受不了了 这些都是之前都是农资 被少得很厉害 因为农资以后 慢慢退场之后 才能够形成这样的情况 才能够慢慢的打底出来 才能够慢慢打底 不是爱普 这个大概是这种 这个股票比较明显 对不对 比较明显是这种股票 你了解我意思吗 那今天有个特性 就是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了 也许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 我要最主要的表达就是说 好 这个是一个指标顿化的现象 就是说 大盘 大盘为什么叫指标顿化呢 你看这里 是不是大盘有跌破这个低点 你要注意大盘有跌破这个低点 那可是指标没有 指标已经慢慢的转强起来了 它没有跌破低点了 对不对 那它当然不是说20%以下 就一定是会反弹 我们没有这样讲 我们只是说如果急速的下跌 急速的下跌 急速的下跌 它瞬间 而且要沿路上沿路跌 基本上就是跌多涨少 一直刷洗 非常快的速度 这个是非常快的速度 非常快的速度 几乎没有停过 那这个是非常 这边是比较慢 这边是非常快的速度 几乎没有停过 它就会造成的 KD值顿化到20%以下 那当然开始交叉之后 顿化20%以下 几乎都是已经进入超卖区了 但是超卖区不是说不会跌 只是说比较超卖区 比较容易反弹上来而已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面临一次 这边也是面临一次 这两次都是过去的例子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也是到超卖区 可是它这一次破了底 可是指标它没有破底 这边就比这边高一些 所以我称它为指标顿化的意思 所以它这个韵量 其实是韵量反弹 其实今天本来就应该要反弹 大家都知道 本来就是开盘 大家也都是 好像比较没有像昨天 那么大的压力的 至少很多股票都是开高盘 可是最后就是 为什么又刷下来 有两个因素 最大的因素 最大的因素是 日本跟韩国开高左地 往下贯压把我们扯下来 这是第一个因素 我想是最大因素 第二个因素才是信用交易户 我跟各位讲 第二个因素才是信用交易户 因为你是这个整个市场 像日本韩国刷下来之后 那种叫系统性风险 那就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不喜欢 一直谈基本面很好 因为讲基本面很好会害你 会叫你一张不要卖 奇迹就会来 不是说讲这句话害你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一直相信基本面的人 保证会输最多 因为基本面会改变 以前的古王基本面也变了 后来的古王基本面也变了 不要相信基本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基本线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答这边下 所谓不要相信基本面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股票价格要跌 基本面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常讲 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面的意思 是讲跌势当中 涨势当中 基本面当然可以加持 当然可以讲故事 可是跌势当中 基本面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一直相信基本面 是很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想卖 基本面很好 我干嘛卖 我就是担心你这样想 因为如果说基本面就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说 基本面很好 那你就不会卖了 那你就不想卖了 那表示说你就 眼睛里面你就不看到技术面了 你就不管 你就不在乎 为什么技术面破坏 为什么大盘在 为什么股票价格一直在跌 你就不管了 那变成会把自己弄到 精神错乱或是意气用事 我这样讲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出学者 都只会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最容易学 报纸看一看 电脑打一打 到股市观测站 交易所股市观测交易站 资料找一找 或者是各种APP里面写的都很清楚 传的运价多少 这个BDI指数多少 那讲那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又不是买那个BDI指数 我们是买股票 你一直相信那种东西 那你就找理由 找理由不卖 找理由不卖的话 就越先越深 就是这样 我最担心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 我说基本面没有用 不是 基本面没有用 也不是完全对 这句话不是完全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被基本面迷失 我宁愿你不要相信 如果是我的借励 我宁愿你什么都不要 都不知道 你就看股票价格涨还是跌就好 你什么都不懂没关系 因为你懂太多的话 你会害你自己 因为基本面很好 你就都不要买 都不要买 都不要买 你了解 其实老师你不是跟我没买 你也是套劳 对啊 我是套劳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虽然是套劳 可是我从这边也讲到这边 我还是讲啊 我不可能说 今天我还没有卖掉这档股票 那我就讲说 就是要批评各位 不是 我是技术派 我不是基本面派 对不对 那现在目前来讲 这档股这种长龙 阳明万海怎么办 不要讲基本面 完全讲基本面 我现在教你说 你可以现在不要卖 忍耐一点 因为它在跌 我如果讲说叫你忍耐一下 你可能会不高兴 但是没有办法 你现在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破线破价破116跌路 它就是要再滑动一次了嘛 那个滑动一次以后 它停不下来 昨天本来要停 但是今天又停不下来 好在今天没有破低 而且量收没有破低 这个都是当冠压很厉害 那我昨天讲说运速率股来讲最强应该不是只有这档嘛 只有果然 昨天我不是讲说 我比较看好 这个 甚至比这个还 甚至 因为这个会先反弹 接下来才会轮到他们 那今年代工股呢 我不是说今年代工股我们比较看好 尤其是这档 昨天我不是举例汉磊跟玉民吗 但是这个不重要啦 虽然这两个股票抗跌 可是长龙还是跌啦 大盘还是跌啦 不是说我准啦 我只是分析给各位听 你要注意 散装可能会强 可能这一次会散装拉货轮上来啦 可能会这样子啦 所以你要注意是玉民这档股票 那电子股 电子科技股你要注意金元代工 还是要注意金元代工 那金元代工你不是注意台积电 他只是控盘而已啦 他只是控盘啦 那真正会最强的应该是这档 应该是这档 那短线我讲的是短线 那指标顿化有机会反弹 讲的是大盘 还有一些比较跌的比较多的股票 例如像这个叫指标顿化 他也是啊 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有运输股 这个也是指标顿化这种都是 就跌了一段时间以后 但是是不是因为基本面很好 我才会说指标顿化 我不要 不要再讲基本面 我听了我都自己会害怕 不要再讲基本面很好 因为这样你不会卖 我如果一直讲基本面很好你就不卖了 就一张不卖奇迹之来呢 我说你今天讲一张不卖奇迹之来 或者是论平风浪起稳作调以台 人家只要一张不卖 我说我另外的解读我就跟你讲说 你有100张你卖99张 只要一张不卖的意思 是这样子 我们可能误会人家的意思 那如果你有10张你卖9张 那保留一张就一张不卖 奇迹之来 但是9张要卖掉 我们可能误会 有点可能误会 我自己解读啦 对不对 论平风浪起稳作调以台 我是不宜自评啦 我不想批评别人 我只是说我是觉得还是建议啦 当老板的人不要评价股票价格啦 分析师的观感不尽啦 你当老板的人去评断股票价格很危险啦 而且你看这个地方 那当初182块增值的时候 对不对 很多人不是抢的去买吗 那元大那时候不是自己包销吞下12.5万张吗 他不是也没有公布几万张 元大自己包销12.5万张 市场总共成销是16万张 那时候几乎是特定的人都没有认嘛 182块 那时候股票价格那时候跌到这里来 后来元大不是包销吃下来嘛 他马上卖掉 他亏了十几亿 那亏了十几亿 那时候很多人在笑他 结果他是对的 他那时候这个上去以后马上卖掉 结果人家是对的 所以可见操作还是要裹绝一点 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跟各位讲说元大没有做错 因为他不能够让这个风险揽在身上 本来他不是要吃下那一笔单嘛 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要认啊 了解我意思吗 那我现在做一个一个结论就是说 总终朋友 我当然知道大家的压力很大 当然知道 不是只有运输股 只要你有股票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压力在 除非你是买到四星嘛 但是你怎么可能只有买一档股票叫四星 对这个是我们的持股 对不对 不可能只有四星这一档 但是基本上会有压力 但是我还是一样建议各位 这是系统性风险的调整 也不是没看过啦 但是心情上要控制好 需要控制 就是情绪上一定要控制好 跌就跌了要控制好 那要更冷静的去面对 不要太紧张 例如说如果你有这个股票 如果你有这个股票 昨天开低走高今天开高走低 你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 很紧张 可是我告诉你 我也没卖 我也套劳 老师你套劳还讲 我就是这种人 我是丁超 我就是这种人 但是我买的成本 虽然可能比各位还低 可是我还是套劳 我还是没有赚钱 可是你看到我 我还是要照讲 我还是要照做 我还是要保护我的会员 我当然就是告诉我的会员 也告诉你们 这个会反弹是因为指标顿化 绝对不是基本面很好 我绝对不讲基本面 这个会反弹跟基本面完全无关 是完全跟技术面 超跌超卖指标顿化有关 所以它会酝酿一个反弹波出来 那这个反弹波很可能会 破了这个底 穿了这个头 这个我不敢讲 但是短时间来讲 这里我比较有信心 看起来可能 比较有机会会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是希望说 你至少要反弹上来以后 反弹上来以后 要卖那时候再卖 那你要赔也赔少一点 那你这个地方卖的话 真的是 可能有可能卖在 比较相对低点 除非啦 国际股市全部崩盘了啦 但是我看起来应该不是这样 除非是全部崩盘了 那就表示我又讲错了 但是我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 那大盘如果开始 要作为一个反弹波出来 那你说运输股的 或者是其他的股票 基本上都有反弹的机会嘛 真的要卖要处理 也要利用反弹以后 再来做处理 好好思考一下 我刚刚所讲的 如果你如果觉得心理压力很大 心理很不好 我的节目你再看一遍 多看几遍 你心理就会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